如果他沒有在二次大戰中失蹤 會怎麼樣呢 那麼MIT台灣制的主持人就是他啦 可惜這位博物學家沒能從戰場回來 不然MIT台灣制早在日治時期就開播了啦 他是一位充滿熱情與好奇的跨領域天才 他的精神感動了無數世代的研究學者 他就是鹿野忠雄 1906年鹿野忠雄出生在日本東京 從小就對昆蟲有著旺盛的好奇心 16歲的他已經在學術期刊《昆蟲世界》中 發表自己的論文了 講講你各位啊 16歲的時候在做什麼啊 鹿野在面對升學的轉折點時 恰巧看到來自台灣的昆蟲標本 他開玩笑跟朋友說 如果台灣有高等科 我就到台灣念書 沒想到鹿野隨口的一句話 居然成真了 就在畢業隔年 1925年 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設立了高等科 鹿野成為第一屆的高等科學生來到台灣 在學期間 鹿野三天兩頭就跑到山上採集探險 還首次攀登中央尖山和玉山東風北壁 為了爬山 他可是差點閉不了焰啊 不同於其他探險家 鹿野忠雄追求一種原住民化的生活方式 幾乎和原住民融為一體 上山踏茶時 他幾乎不帶自己的口糧 而是跟原住民向導 一起吃魚頭打獵 身影鹿血和內臟對他來說都大丈夫啦 他在文章中寫道 要體驗高山的各種真味 就得效仿當地原住民的生活方式與活動 這難道不是最理想的嗎 鹿野忠雄懂完耶 在多次登山探查後 他也對台灣的地質及地理產生了好奇 面對地圖上未知的地方 他也沒在怕的 早在高校時期 鹿野便觀察到高山上有冰河遺跡 1931年他三度攀登次高山 共找到35個冰河圈谷遺跡 次高山就是我們說的雪山 1934年鹿野受故來台 他以第一線踏查的真實經驗和寫真紀錄 完成台灣冰河遺跡的論文 當時地理界普遍認為台灣緯度這麼低 才沒經歷過什麼冰河時期呢 於是這篇論文一發表 就引起日本學界的震撼 哪裡 鹿野的事蹟不僅於此 他同時研究高山動植物的分布 過往的研究都是針對單一種類或是小範圍 只有鹿野做到 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系統性研究 SQUARE 1927年 22歲的鹿野中熊為了尋找昆蟲登上紅頭羽 紅頭羽現在叫做藍羽 鹿野被島上達悟族的生活深深吸引 因此跨足人類學研究 每年他都會來到紅頭羽 和達悟族人一起生活 參加祭祀和活動喔 自由熱情 古代偏見的鹿野中熊 被族人們成為朋友 也是唯一被邀請登上拼板舟的日本博物學家 鹿野中熊是族人認證的真麻吉 不然拼板舟不是外人可以隨便上去的喔 只可惜太平洋戰爭爆發 鹿野在台灣的研究被迫中斷了 1941年 他先被軍隊派往菲律賓 1943年 鹿野回到日本 為了躲避東京的戰火 他移到鄉下趕攻完成 台灣原住民圖譜第一卷 亞美族篇 當時的亞美族 就是現在的達悟族 這本書以英文出版 期望全世界都能認識 達悟族精湛的文化記憶 一年之後 鹿野收到日本陸軍省命令 派遣他到北婆羅州進行調查 臨行前 鹿野還新念著長年累積的資料 將大量的文稿托付給妻子 期望未來能夠發表出版 只是南洋戰場情勢混亂 最後 最後 他 他 請了你說 1945年 鹿野忠雄與軍方失去了聯繫 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蹤跡了 鹿野忠雄失蹤的消息 傳回到了國內 引起學者們一陣惋惜 鹿野忠雄的成就 必定能成為學術圈的重要人物 只可惜 再也沒有人看到他的身影 沒有人知道鹿野忠雄怎麼了 但或許 就像他的夫人鹿野鏡子相信的一樣 鹿野忠雄沒有失蹤 他只是還在叢林裡 進行最愛的調查研究 他只是太過投入 忘了回來吧 忘了回來吧 他只是太過分了 我都知道 他只是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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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只是太過分了 感谢观看